有的花友喜欢养无尽夏 有的花友喜欢养各种各样品种的一个绣球 反正花八门 这个有很多的品种 新兴的一些品种 老花一也不认识的 您就不要来刁难我了 买的时候问一下 是否可以强光暴晒 你像一般老款的那种无尽夏绣球 他都不喜欢强光的暴晒 一旦强光暴晒 绣球的叶片会产生一个胶枯之色 你会感觉 这是有什么病了吗 然后你就拼命的施肥 用药 其实不是 那可能是晒伤了 你要注意千万不要强光暴晒 当然了有个别的品种 是可以接受全知识了 您问一下 第二点就是适当的通风要好一些 如果说没什么通风 它下面就会慢慢的出现一个黄叶子 绣球总的来说 它是比较喜欢通风好一些的 比较通透的那种 当然了盆土的话 建议大家不要缺水 你要地灾的话 您就别让它焊了就行了 所以它抗焊能力也是有的 但是不要强光给它暴晒就好了 你要强光一暴晒 再一焊过头 我估计这个绣球再长出来 那小叶子就一丢丢 有个一年两年都反不过进来 有点那种大伤元气的感觉 你要注意这个事 那么再有一个点呢 就是说 它开了花之后怎么养护 它老爱生小虫子怎么办 如果说老爱生那种黑色的小飞虫 这个基本上都是因为土里面钻出来的 那有点话说 那是不是买家带来的这了那的 您只要是土壤比较疏松透气 因为绣球呢 它的根须比较的柔软 木质根须的那种 它喜欢在这种疏松透气的营养土里面 一旦你到了那个环境里面 它有但凡有一点点的小虫了 它就开始拼命的滋生 因为这种它的一个盆土 太适合滋生小黑飞了 所以说呢 会飞的到处都是 您这种情况您就不要慌了 人家小白要撒到土里面 这一个春天 它都不会给你生这种小飞飞的 再有一个呢 它老爱生红蜘蛛 红蜘蛛的一个预防呢 您要用到阿微菌素 或者说带满质的杀虫剂系列 用来给它预防就很不错 总的来说呢是比较好养的 好了 这就是一篇关于吴京霞绣球的一个养货 分享给了大家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吧 其他养货问题 记得视频下方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货这种意思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